自古以来美人谁不爱呢 那今天我们来介绍木兰里面 两款很有特色的美人品种 双美人和江山美人 木兰的双美人 它这个品种在木兰里面算是比较多样化的一个品种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它这个品种大致被划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有代义的品种 第二类是没有代义的品种 那在有代义的品种里面 又会被划分为 编义、锐义义、冠义等不同的一个液态 随着它的这个液态的不一样 随着它的液态不一样 它的开品也是千枝百态的 以我手上这一颗为例 我手上这一颗是有带比较不明显的一个小尾翼 液上面也有比较不明显的一个线液在 它的这个开品颜色是比较深红色的一个色者 看到了吗 然后蛇是属于这一种全素的 没有任何杂色的一个舌头 随着液液的不同 它呈现出来的一个开品也是不尽相同的 液越深越漂亮 那么开品呈现出来的一个色者就更加的丰富一些 如果说已经出现到锐义的一个状态 那么它的开品上面会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色者 有红色、白色、绿色、三个色 可谓是我们墨栏里面的白边大咖 所以说它这个品种不单是色者上比较深受莱门的喜爱 再加上它是一个彩树化、蛇犬树 外半是属于这一种比较明艳的一个色者 再加上它的小草型的一个叶长 叶长在30厘米左右的一个叶长 叶宽在1.5到2厘米左右的一个叶宽 在墨栏里面 如果说你们喜欢小草型的叶材 双美人这个品种可以去考虑一下 如果说你们有稍微了解双美人它这个品种 你们会知道它也有百变美人这个称号 为什么?因为它的开瓶是很多样化的 花水一种 但凡是有上亿的品种 花也是会上亿的 就有一个男友他家里面养了三盆 每一盆的开瓶都是不尽箱头的 接着来介绍一下江山美人这个品种 江山美人是属于一个大草型的 而叶长在50到60厘米的一个叶长 叶宽有在3厘米左右的一个叶宽的 它这个也算是一个花育双全的一个品种 叶是有带这种非常明显的一个叶宽 新娘发出来是比较白透的一个颜色 它的一个颜色过渡色是比较森绿的颜色 过渡到这一种属斑翼的一个叶宽 江山美人的珠琴叶材也是比较好辨认的 它叶子的颜色是属于比较翠绿色的一个色子 比较高调的一个珠琴叶材 那随着它的这个散花素也是比较多的 我手上这一杆像到一个有14朵花的一个状态 刚才先锁了一下 那从它这个花苞的包围看得到 它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红色的外包围的一个色子 因为是不需要有冲花条件的 所以去年我这边有开了一组非常非常霸气的一个开品 一杆散花素多 而且花朵与花朵之间的排列也是相当的苏朗有致的 在每一个角度上都是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绽放的一个状态 一杆多花花大不低头 所以说他们在形容江山美人这个品种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 明蒙好此未尽笑 说的是江山美人的开品 外三半犹如女子粉红的脸颊 舌犹如女子洁白的牙齿 我觉得这个形容还是非常贴切的 红花素鲜 浸草 浇花 美人如画 它这个名字应该是这么有来的吧 那香气是属于龙香型的一个香气 如果说有兴趣 来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么需要跟来我们讲的是 江山美人它这个开品会随着温度的变化和气候的变化 颜色有所不一样 如果说天气越冷 温差越大的地方 它的这个颜色上色度会更加的深红一点 那你们是更爱美人还是更爱江山呢 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